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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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ה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譬 antis Hassan Sent PRESIDEN TARG becomes a huge 谭女士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也是可以做的 其实我看到公笔和异笔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可以就是看得出 对 那么这一幅也是异笔的 对 好 这是孔雀和牡丹的一个结合 对 非常的漂亮 谢谢 好 接下来的这个 这是公笔的 这个是 公笔 的鱼 那个鱼是用公笔 一片片的轮很清楚的 这是一条鱼 那这个画有公笔的有了 中间的两个画是公笔 看到吗 其他的我补成的是异笔 明白 看得非常地清楚 就是两个粉红色的玫瑰花是公笔 那么其他的呢是异笔 用水墨这样点出来的 是公笔的 全是公笔的 好 这个也是谭女士的一幅 牡丹的一个公笔画 我们那个叶也是用公笔去 公笔 全是公笔的 奥拉的 好 这一条很清楚的 好 那么 也是通过这个几幅 二位这个我们的代表作吧 可以说 然后呢 让大家呢 这个非常直观的 对于公笔和异笔的这样的一个派系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对 那么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就是二位这个 一个是画公笔画的 一个是画异笔画的 怎么会就说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没有一些故事 两位 这样呢 初学的学校 老师不同 老师不同 对 老师不同 对 老师不同 是不同的 方面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主要是牡丹 对 可以这个给大家展开来看一下 非常厚的一本 然后呢包装也是非常的精致 上面呢也是二位的这个一些画作 有公笔 有异笔 同时呢 这个我们看到也是不光是有牡丹啊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于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是柱啦 我写的 柱子 竹子 对 竹子 好 这个就是牡丹了 牡丹了 嗯 二位是不是就是以这个牡丹为主 画牡丹为主 这个是简单 也是牡丹为主 嗯 好 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各种各样牡丹的 这样的一些姿态 在我们的这个二位 巧手下也是变得栩栩如生 非常的生动 然后颜色方面呢 也是就用不同的这个色彩 适用的这个什么样的颜料 中国人就喜欢看牡丹嘛 牡丹的代表富贵嘛 对 习祥是这样的 好 那么其他的这两个 我们放在 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个画册 能不能跟大家的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一本呢是 是说这一本吗 对 我这一本那个就是我的画册 里面有牡丹花我的画 为什么说 还有我的演唱的乐剧的那个纪录 您是不光是画画 还要就是唱乐剧 我也上去做 也有好几个唱片的 哇 还出过唱片 好多好多 乐剧方面也是有比较深刻造诣的 我们都是红 它是红线女的 怎么说 干女 干女 我是她的学生 明白明白 好 那么这个旁边的这个也是 这个是澳门金服给我太太出的 02年 她个人简单叫澳门 澳门那个 澳门金服跟我出的 出的这一本画子也是是我出的 一个月的简单 都是她的工笔画 OK 所以就是二位 在这个牡丹方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作品的 都已经这个收集成册了 我们比较喜欢去研究 所以二位能不能就是 多美啊就是白金的牡丹好大的 所以就是二位的家里面是不是也平常有牡丹 那我这一次才第一次在美术馆开画展 所以我们来一个牡丹的两检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次的画展那些具体的信息包括时间啊地点啊方面能不能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画展是在这个安省中国美术会是在11月7号至到10号每日中午12点到5点 地点呢是3838美兰大道Midland Avenue 请各位光临指导 好 那么也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 这个其实我们的现在刚才呢也是这个poster啊 上面也是显示了展览的日期时间以及地点 2015年的11月7号到11月10号 时间呢是中午12点到下午的5点 地点呢是在安省中国美术馆3838号Midland Avenue 也是希望如果是对于这个中国话感兴趣的朋友 或者是呢想要去丰富一下自己业余生活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周末去我们安省中国美术馆去欣赏一下二位的这个大作 全部都是关于这个牡丹的一些画作 好的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做客我们的节目 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电视机场的观众朋友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这一期活在5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好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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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